《女性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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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那個感覺 外型的感覺 包括你 你就是看她 看她的眼神 很特殊的那種冷 跟當下其他的一些電影演員 完全不一樣 胡當勇重是演員的眼神 所以她給她一個女俠 你看名字就是她的 她身上有一股很 很強烈的一股氣勢 就當她要做一個什麼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親力親為 一絲不苟 徐鋒女士她捐助我們能夠去將 有必要讓現在新的觀眾 重新認識這些作品 我們將它做數位化 然後修復 它的意義是非常不一樣的 如果台灣的電影世界 是一個武林的世界 像是一個俠女 正義的女俠 正義的俠客 她是絕對的俠女 這倒不是因為來自於 她的這個螢幕形象 因為她在整個電影 所曾經扮演過的這些角色 不管是演員 製片人 去對這個電影她的影響 好的劇本 好的導演 好的演員 她都會有特別的敏感度 好… 我說 她是個細痴 細民 細瘋子 我覺得她就是起家在電影 所以她奉獻也在電影 她對電影的熱愛是不會退休的 因為畢竟這是終身的 從一而終 好… 當華語電影還沒打開 國際影壇窗戶時 徐峰已經走到了非常前面的位置 好… 不行嗎 這不… 這不小半輩子都唱不來嗎 不行 說的是一輩子 差一年 一個月 一天 一個時辰 都不算一輩子 一輩子 都在電影裡 是演員 是製片 然後投入電影的保存修復 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徐峰